大家好,欢迎大家来麦子学员继续学习自动化测试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我们重新设计了我们的测试脚本 这测试脚本呢,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测试模块和数据都是隔离开来的 这样的话呢,能够把我们的修改和维护成本降到最低 那么这一节课呢,我们就先来实现我们每一个模块 我们先将每一个模块就将每一个模块划分成为单一功能的行数或者是模块 因为我们这个测试脚本呢,比较简单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先把每一个方法划出来,划成一个单一的行数 那么我们来看我们划分的一个结果就是 open browser load uri fund element send urs check result 那么我们修改的前提是基于我们 最开始的那个测试用列,让我们在这边新建一个文件 保存一下 比如说我们叫log in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脚本全部给它拷贝过来 我们带来看 他这个时候呢,我们最 这个脚本它的入口行数是log test log test之后呢,我们在这边首先是要打开web driver 那么在这里呢,我可以定义一个行数,if one 刚才我们所定义的行数是open browser 我们为什么要抽,把它抽出个行数来呀 这是因为后面我们最核心的时候 最好是使用类的方法来实现 那我这边呢,先做第一步把它抽出行数来 open browser,我们这个open browser它需要返回一个句柄 return web driver hunter了 反回一个这样的句柄,那我们直接就打开就行了 d web driver hunter 等于 web driver的 fairfox 那这个呢,我就实现了第一个 来返回一个已经打开的流浪器具柄 然后呢,我把这个给删掉 d等于open driver 我们把这个给拷贝一下 写到这里来 这是一个行数 我们在这里加上注释 return return driver hunter 我们返回一个句柄 然后呢,我们第二步是要load我们的url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继续 对它进行修改 define open url 这边我需要传入一个参数 一个是我们的driver hunter 一个是我们的url 那么在这个呢,我就直接打开就行了 hunter get url 然后这个直接 然后这个直接 现在把这个拷贝过来 传我的句柄进去 传我的url 进去 那么这一步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定义为 open url 或者叫load url 当load完成之后呢 我们下一步 也可以把这个放在这个里面 把这个最大化 我们可以放在这个里面 这个呢,我就把它删除掉了 这样的话呢,把我们代码 就显得比较简洁 然后下一步呢 我们就需要 弹出我们这个对话框 并且查找它相应的id 那下面我们可以这样设计 我们这个接口 define fine ere element 第一个参数肯定是要传我们的句柄进来 后面传一个星星r 那么这个r 星星r 代表什么呢 代表是一个可变成关键字参数 那我们来看这个可见过关键字 参数里面它都有哪些东西 我们的范围知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这样定义 首先我们这个 字典中 它有一个test id 也就是我们那个查找网约之后 它有那个登录框 有登录框之后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我这边打开一个百度 大家看这边它会有一个登录 那么如果我有这个登录的话 或者是其他的有这个登录框的话 或者一个名字的话 我首先要点击这个 然后呢 弹出了一个对话框 这条框里面 它会有相应的账号 有密码有登录框 那么有这个之后呢 我就可以把它认为 这个是统一的操作 那么统一的操作呢 我需要返回这个用户名的输入 密码的输入 以及我们的登录 这三个元素 那么我们返回值就是这个 user的ere pwd的ere 和log的ere 就是login的ere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这么写 首先有的网站呢 我们不确定 它是否有这个testID 那我们可以判断一下 if test id in ag 那么呢 我们这里就需要呢 把这个ere给找出来 并且点击一下 我们把这个拷贝过来 我把这个退回去 那么这个呢 我就改成了 arg的 这个arg是个字典 那么字典里面 它会对应着我们的testID 找这个元素 找这个元素之后呢 我们把它click一下 然后弹出了我们这个对话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去查找下面三个元素 那么这三个元素 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Ctrl C Ctrl V 过来 我们改成 user的ere 等于 d 算的element by id 那么这个ID呢 现在我就不太字符串 固定的我可以换了 换成了我们这个arg的 user id 那同样道理 我也可以继续提换 这边换成pwd的ere 这边换成login的ere 那我们这几个相应的值都可以变 变成 那么 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返回 return user ere pwd ere login 那么定义好这个之后呢 我们怎么用呢 首先来看我们传递的是一个 可变成参数 它的一个观念字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这边呢 把我们的 元素 它的值呢 我们给它 定义到一个字典中 那比如ere dct 等于 一个字典 我们来看看 我的pass id 对应的值 是我们这个pass的 我们这个user id 对应的值 是这个idctl 那同样道理 我们还可以继续加pwd的id 最后一个是我们这个login的id 对应的值是login btn 这个时迈的学员的 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调用了 我们这个行数 它有返回值 那我们接收起来 就把它接收到 一眼而一的tube中 因为它返回的是一个元素 等于 fine element 第一个参数是我们的d 第二个参数 我们是一个字典 那么字典的话呢 我这边 可以把它打散 一眼而一的dct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感觉这个有点别扭 所以说呢 我这边就直接传字典就行了 把这个星号和这个全部去掉 那么传的值呢 就是一个字典 我们这边可以写一下 arg must b 是个字典 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这个返回值和调用都有了 然后通过这一系列调用呢 我们就能够 拿到我们三个主要的元素 那么有了这个元素之后呢 我现在就要去再把数据给定义进去 那么这个数据呢 分别是我们的 user name 也就是我们账户的user name 也就是我们账户的user name 和我们的密码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定一个 account 是account 那我们的pwd 对应的值 就是我们这个密码 pwd 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定义我们的下一个接口 send views define send views 第一个参数还是我们这个 应该就是我们这个元素了 tube ere tube 后面这个呢 我们写arg 那我们来看我们这个参数 第一个是一个ere的元素 那么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数据 这个数据 它的格式呢 是一个字典啊 分别是我们的 uneam 和我们的pwd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这么写一下 我们定义一个列表 list k 等于 我们可以和我们这个字典 对应起来 u name 第一个是u name 第二个是我们的pwd 为什么这样写呢 一会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所有的操作 都可以 在我们 一个for形狂中来实现 那我定义一个 所以i 等于 0 for k in 类似的k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 直接操作我们的元素了 ere tube 它的第二个元素的send case 首先我们发送一个空 然后呢 再清一下 然后 然后再发送我们相应的数据 ere tube i send case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发送的数据呢 就是 arg的k k k 他所对应的view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把我们所有的值都已经发出去了 最后呢 我们 再 把我们这个 这边的锁引要做一个加1 i 加等于1 做完之后呢 我们最后再click一下 ere tube 因为他是一共有三个元素 那么第二个 执行一下click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整个输入和登录过程呢 就完成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简单的测试 sendviews 我把它调用一下 大家看这个代码呢 我们现在经典的就比较少了 ere tube 然后后面是我的一个account.ct 后面那些我都可以把它删掉了 这个判断呢 我也想不要 大家来看 这个就是我测试脚本 它现在的一个代码情况 这边有一个问题 这边捞个test呢 这边写错了 这边应该是捞个test 因为它上面有定义 然后呢 我们现在来运行一下我们这个脚本 看它的一个执行过程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脚本总体测试的话 就显得比较简单了 不像刚才那个 混乱 打开流浪器 然后呢 最大化 大家来看 弹出登录框 然后输入相用的用户名和密码 点击登录 然后呢 弹出往上下面这个资料 这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情况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拆分离过程 我们将流浪器的打开 打开网页 寻找元素 发送键值 都已经实现了 最后呢 我们再来实现一下 check result 那么这个check result 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以前代码中呢 我们就是用来 检查它有没有一个元素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使用这种方式 那我在这边 再定义一个方法 define check result 那我们需要传的一个参数 一个是我们这个巨饼 一个是我们这个test 我们这边直接把这个贴过来就行了 如果 你这个账号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返回一个错误 或者直接打印出来 后面直接打印出来就可以 或者打到文件里 那么在这个代码中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写 check result d 这个 字符号的内容 就是该账号不正确 然后我这边改一下 改成pass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我们这个脚本 看有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等一下打开浏览器的一个过程 打开 然后弹出 输入 然后登录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大家看在这边呢 测试结果完全是正确的 我们这个result呢 只不过是没有把它写的文件 这是我们后面要做的一个功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已经把我们每一个模块 每一个功能呢 给它方装成了一个方法 这个也是我们做的第一步 将我们整个测试小本 模块化 虽然我现在没有把它抽出来 写到当一的文件中 因为测试用力比较小 所以说呢 我就使用函数代替就行了 那么第二步呢 我们就要实现数据的分离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下一节课所讲的内容 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主要内容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